你好,小妹妹 怎么了? 我可以向你问个路吗? 你去哪? 成家沟是不是在这下面? 对,就是那下面 那你是下面的人吗? 是的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们俩应该不是同龄人吧 也是,因为小时候我经常到这边来玩 只是现在十几年没有来过呢 那你为什么走路不坐车? 公交车就通到那前面 反正下去也没多远 那你到这边来干嘛 我看我爷爷 今天不是周末吗 那咱俩反正也顺度 要不你上车我载你一段 不会是个美女都让搭车吧 你怎么知道 那我可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 我还怕你是坏人 你看我长得像坏人吗? 坏人又不写在脸上 说不定我跟你爸妈都认识呢 真的吗? 对啊,因为小时候我经常到这边来玩嘛 只是好久没来了 你年纪比较小 所以咱们没有见过 那时候可能你都没出生呢 那行吧 小妹妹你都走了这么久 一个人挺累的 我知道到那边去还很远的 你就上车吧 放心我不是坏人 那好吧 上车快快快 好吧 小妹妹 你到地方离开说一声啊 好,大哥 那你亲戚姓啥 我可能认识 他姓薛 我们那好像没有姓薛的 大哥你不会记错了吧 你们村儿没有姓薛的 对啊 对了,他姓你 我们村儿也没有姓你的 大哥你不会忽悠我的吧 你开车门我要下车 你放心绝对 我绝对不是坏人 绝对是好人 你稀好现在咱们走吧 好吧 到了哈妹妹 到了 大哥你车就停在这边吧 然后那边没地方停车的 哦 好吧 那你爷爷他们家住哪里啊 他们住那边 哦住那边 哇 你们这边风景好好啊 天呐 对啊 哇 世外桃源一样 你小时候这里长大的吗 对啊 哇 那你可太幸福了 这么好的生长环境 怪不得这么长得这么好看哦 哈哈 大哥你小时候不是也经常过来玩吗 哎 我年纪大都忘完了 大哥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没事 你要不去家里喝杯茶吧 去去喝啥啊 好啊 对喝茶 可以啊那我帮你吧走吧 走我帮你 要帮忙 走 好 好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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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很不在啊大哥 那 要不你他应该下机干活去了 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儿 好 放在这儿然后你先坐这儿休息 要给你倒杯水喝 好 那就坐这外面啊 好 大哥先喝杯茶吧 好谢谢啊妹妹 我尝一口 哇 哇 这茶叶好喝啊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 就是田里边种的茶叶 是的 好喝啊 你坐这儿先歇会儿喝茶 然后我去地里找一下我爷爷 好 我也去吧 威爷 你在这儿啊 威爷在这儿啊 威爷在这儿啊 对 威爷年纪多大了 今年九十六了 今年九十六了 嗯 哇身体看起来挺硬朗啊 威爷 威爷来 我不抽烟啊 我不会抽烟 不会抽 我也看见年纪硬朗还能干活 嗯 年纪看不到了 眼睛看不到了没事 对 心里明亮就好了 哈哈哈哈 那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常常都在外面打工 哦 爷爷一个人在家啊 对 然后这不周末嘛 然后我周末过来给他做饭 那你还挺消心的嘛 嗯 你不是说你来看你亲亲的吗 哦对 我亲戚现在搬走了 你就接着忽悠吧 我知道你我都看出来就骗人的 被你识破了哈 哎 那你不是刚好过来给爷爷做饭吃吗 嗯 对啊 那你方不方便多做一个人的 嗯 可以是可以 就怕是醋下蛋饭你吃不惯 哎没事的 我不挑食的 嗯不挑食 那行 那我们这会儿回去 周末周末给你做饭 你也回不回去这会儿 还等一会儿 还等一会儿 还有一会儿哈 嗯 那行吧那我们先回吧 哎美女 怎么转负你啊 啊我叫李文杰 李文杰这个名字还还挺好听的哦 啊大哥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我叫薛阳 啊你叫我杨哥就好了 啊太阳的阳阳光的阳 杨哥啊 啊 我看你年龄挺小的 你应该还在读书吧 没有读书了 哦 那你现在谈男朋友了吧 嗯我以前谈过 现在没有 哦 哎妹妹 你前面不是说 你谈过一个男朋友吗 分手了 嗯分手了 那现在谈着呗 现在没有她 现在单身 哦 因为前面谈着的感觉太热烧心了 我都不想 嗯不想谈恋爱了 哈哈 你也被伤过 对 那你能给哥哥讲一下你的恋爱史吗 你太狗喜了 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 有多狗喜啊 能跟电视剧里边演的一样吗 差不多吧 那你你越说我越想听 你给哥哥分享一下吧 哎 上高中的时候 我谈了一段三年的恋爱 然后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嘛 他学习比我好 然后高考的时候 他考上了 我没有考上 然后我们俩就商量 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打工 另外一个人读书 然后他家里条件也不好 然后我家里条件也就这样嘛 嗯 然后他上了四年大学 然后他找了个挺好的公司上班 然后那个老板娘很喜欢他 也给他送车 给他送房 结果他就把我甩了 啊 还有这种事情 对啊 这就是现实社会嘛 那你还挺惨的啊 是挺惨的 那你以后找男朋友一定要擦亮点胶 那你甘心吗 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 哎呀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好的 哎 妹妹 你一直在老家吗 没有出去打工吗 前两年我还出去打工 一直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了嘛 然后 父母通常年在外面打工 这两年 爷爷身体也不太好 前两年奶奶还去世了 然后 我就在县城找了个工作 然后 时间 有时间还能多陪陪爷爷 哦 是的是吧 能多陪一天是一天 亏欠太多了 对的 那你还挺孝顺的 好 吃饭哥快点吃饭了 好 好 家里没什么菜了 然后 随便炒了两个 你将就一下 好 你了 我让你炒的 但是 我让你炒的 对 你炒一下 我让我说一下怎么样 好 我让你炒的太好了 但这很香 好 好 好 大哥你先将就一下 嗯 对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米饭还是面条 看你喜欢吃什么 我给你做 嗯 都可以 那就面条吧 减肥一点 那你先坐这吃点菜 好 我就给你做 好 谢谢了 妹妹 嗯 你给我做什么面 你做的扯面 哦 这怎么吃啊 就是这菜就给我吃 哦 这样吃啊 那我教你做个面吧 嗯 咱们那个西安那边 都吃油锅面好不好 好吧 好吧 我教你做 这个油锅面 需要用咱们这个上去吃的那个面 这个方式 哎 哦 它是这么多啊 没事 咱们这个拉这面不辣的 不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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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放一点那个细的 怎么还有啊 这不一定有辣 不辣这个粗细结合更好吃 是吗 嗯 好了 好了 然后烧点油一泼就好了 什么啊 烧点油然后 你把那个 放点调料就好了 好 嗯 妹妹 油炒好了 我回过 烧点一点啊 回过啊 好 好香啊 好香是吧 我再喝一下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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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了 哇 杨哥这个油泼面太香了吧 哈哈 我帮你拌开就来吃了 你尝一下 咱鲜的油泼面 拌开就来吃了 哇 妹妹 看一下 咱这个油泼面怎样 杨哥这个面太香了 看到我都流口水了 是不是 赶紧吃 吃面吃大口 你尝一下 那我尝一口 哎 吃面就酸 我不吃酸 好 那行 把你尝 我吃大口 这怎么样 怎么样 哇真好吃 辣不辣 不辣 对啊 杨哥你这辣椒面怎么做 像辣 我们这个啊 我们这个是十年的年出来的 所以才这么好吃的 什么是十年 你没见过 没有 我手机里边让你见识一下 看一下自己看 好 正多的陕西青椒 十年辣椒面 香味不辣 辣 十年辣椒面 低温辣植 保留青椒的 也像银味啊 你看杉哥 这辣椒好不好 美的 是不是啊 这辣椒 大家给你看 你看 这个辣椒好不好 原来小辣椒面 对啊 这十年辣椒面 所以太香嘛 才好吃吧 这个辣椒面有没有卖的呀 啊 你要买啊 我想买一点 给我爷爷做个油泡面吃 你想给爷爷买的油泡面吃啊 那这样啊 你直接点击他们视频下方链接去买 今天有活动 一斤倒是这么两袋 然后我还送白芝麻 给不给力 给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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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赶紧吃吧 吃完自己去市民下方链接去买了 好 那你赶紧多吃点 你太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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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